2023年底為基準的話 三星顯示器它的現金及現金性資產 大概可以有 大概有7.32兆韓元 那熱金顯示器啊 只有2.25兆韓元 大概差了三倍左右 老實說他們其實都還蠻想投資的 所以大概 三星顯示器跟熱金顯示器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去借錢要投資 借錢 對對對 跟他們的家族 就是2023年初的時候 三星顯示器就跟他們的家族 就是三星電子 對有點跟家人借錢的感覺 嗨 歡迎收看土蘭的說科技 我是主持人紫祥 我是宇軒 土蘭的說科技是DVSAMS推出的一檔音節目 我們宣揚的是提表根素 你知道蘋果推那個 OLED iPad 還有之後也要推那個OLED MacBook 看好像有些資料機構或是業界來說 就今年推完OLED的iPad之後 明天要推OLED的MacBook 沒錯 對啊 因為那個OLED螢幕是自發光技術嘛 所以它的那個顯示啊 省電表現都比LCD螢幕好 那最近很多裝置就慢慢開始要 都選用這個OLED了 所以今天是要聊蘋果嗎 不是 虛晃一招 其實有一個蠻特別的狀況 跟這個有關係啦 也有關係 就是這種中小尺寸的裝置啊 有沒有 剛剛講到手機然後平板筆電 他們都越來越願意裝這個OLED螢幕嘛 對啊 那在這種背景下 但這種顯示器業者 他們的投資步調其實有點不一樣 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想說這集來研究一下他們的差異 好 那在你開始之前呢 我們進一段推廣服務時間 TG Times電子時報是全球最尊威的華語科技產業報 現在我們也有了電子時報的APP 讓您用手機就能瀏覽第一手的產業新聞 開啟APP你就可以隨身閱讀全球科技新聞 訂閱期間暢染報紙內容 也能透過筆記功能打造自己的產業筆記庫 歡迎查看影片下方資訊欄 瞭解更多關於電子時報的資訊 我發現我們好像真的蠻少聊那個顯示器類的話 對啊 過去我們好像蠻常在聊AI的 對 這集沒有要聊AI 沒有沒有 對 那之前我們聊過那個中國OLED崛起的話題嘛 那時候有比較過LCD跟OLED的差異 那這一次呢 想說提一下 比較難含在OLED方面的一些投資狀況 所以如果各位忘記之前的影片可以複習一下 上次的影片 沒錯沒錯 那先稍微提一下好了 在OLED市場裡面 其實我們蠻常把大尺寸OLED跟中小尺寸OLED 拆開來看 拆開 所以大尺寸應該就是電視的部分吧 沒錯 只是說目前OLED電視的影響力 其實還是比LCD電視小 對比如說我們拿飼料機構OMDIA 它的這個預測來看好了 2024年全球的OLED電視出貨量的話 有望達到626萬台 600多萬喔 對大概年成長可以到12.3%這樣子 不過626萬其實沒有很大喔 因為對照那個全球LCD電視出貨量的預測的話 今年是有望超過1.98億台 快2億耶 這樣除下來應該是3-4%的部分而已 欸對啊 但是LCD電視的狀況是這樣 它的年增幅度可能只有1.5%而已 就比較少 對那不過目前在從大尺寸OLED電視的市場來說的話 南韓顯示器業者的佔比是比較高的 對它的市佔率大概有拿到9成以上 9成喔 所以感覺上是OLED電視雖然成長得很快 但是目前整體市場還是比LCD電視還小的 喔沒錯沒錯 對啊 但是中小尺寸OLED這邊的狀況就不太一樣了 對啊現在蘋果iPhone嘛 還有三星高屆的這種Galaxy手機 基本上都是搭載OLED 那從市調機構DSCC 它之前的統計來看的話 2023年去年智慧型手機OLED出貨量呢 大概就有到5.85億片 5.85 比剛剛的600萬多 非常多超級多這樣子 對啊所以你看然後剛剛我們又提到蘋果 還有規劃iPad Macbook都要放那個 開始放OLED進去嘛 對 所以這市場潛力真的很大 嗯真的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 周小尺寸OLED它的這個盈利潛力 其實算是大家都看得見的厲害 成長很快 沒錯那3C鞋子器 樂京鞋子器 就是這兩家男孩鞋子器業者 他們的這個投資腳步就開始有一些變化 比如說3C鞋子器它就已經比業界還要快一步 去開始建設8.6代IT用的OLED產線 那另一間就是剛剛說的樂京鞋子器 它本來是著重發展大尺寸OLED 因為它其實是大尺寸OLED非常的強 對 只是說最近開始也把重心有放在中小尺寸的OLED 所以已經到第八代的產線了 對 對啊 那簡單來說 八代就是這個 中小尺寸OLED的產線裡面 目前最先進的一代 那比起之前六代的版本 六代它的成本 競爭力更高 對 而且蘋果不是嚴苛要求廠商 嚴苛要求工藝商規格很有名嗎 沒錯 那傳言八代產線更容易滿足蘋果的要求 那剛提到3C鞋子器 它在2023年4月 就去年的時候 它其實就有發表 南韓牙山 不小心縮寫了 南韓牙山8.6代IT用的OLED產線 是 A6投資計畫 那到2024年 就今年3月的時候 它就有幫這個A6產線 做一個設備引進的儀式 對啊 那規劃是三年會投入4.1兆韓元 換算下來是30.52億美元 預計之後 落成開始生產 一年大概可以生產一千萬片的NB面板 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2026年初 可以進入量產 所以蠻快的 所以感覺是那個蘋果2026年跟2027年的 可能iPad或MacBook 就有機會用到這個8代的產線的面板 沒錯沒錯 因為蘋果2024、2025 可能第一代OLED的產品 那之後 它後面的這個量可能就會越來越多 OLED的iPad、MacBook更多之後 37C應該就可以把握這個商機 感覺可以剛好對應到那個時間 不過比較下來那個熱晶顯示器 就有點不一樣了 它其實目前還沒有宣布它任何這種8代投資 是喔 還沒到8代 對啊 所以它現在主要還是在繼續推 它之前規劃的那個6代中小尺寸的OLED產線投資 這個計畫大概2021年就發表了 然後它是規劃要投資3.3兆韓元 這樣子 感覺是前面你講到很多新的商機 可是 就是熱晶顯示器沒有什麼動作耶 對 它在8代這邊還沒有什麼進度或消息 只是說 不只南韓業者 就不只37C 其實中國業者也非常的積極 像那個 京東方 2023年其實也宣布要 蓋這個8代的IT用OLED產線 然後TACL華星其實 據說今年啦 2024年內也會公佈它一些投資計畫 所以感覺是不然是南韓還是中國都很急 但是就LGD不急 對 南韓是3C顯示器滿 滿前面對不對 然後熱晶顯示器就 欸 很佛系 對 但可能也是被迫佛系 被迫佛系 對 因為從公司 它的公司財報 還有那個還沒那邊先評論來看 他們投資的這種落差 可能跟他們近年業績表現是有一些關係的 是 對我們來看一下 近年業績表現來看的話 2022年S3C顯示器 它營業利益大概是5.95兆韓元的 已經算刷新歷史紀錄了 對 那2023年的話 算是也有延續好成績啦 是5.57兆韓元這樣子 是 他們的營業利益 那熱晶顯示器的話 大概是分別在2022年2023年寫下 2.09兆韓元 2.51兆韓元的 營業損失 他是賠錢 對 他不是營業利益 那差很多耶 對啊 所以 不管是 這邊營利表現是這樣 那從現金流這邊也可以看出一點差別 那個 2023年底為基準的話 3C顯示器它的現金及現金性資產 大概可以有 大概有7.35兆韓元 那熱晶顯示器 只有2.25兆韓元 大概差了三倍左右 對 滿明顯一聽就感覺出來那個差別 對 然後還有一個大家可能比較沒注意到的 不會特別去注意就是 老實說他們其實都還滿想投資的 所以大概 3C顯示器跟熱晶顯示器在去年的時候 就有去借錢要投資 借錢 對 跟他們的家族 就是 2023年初的時候 3C顯示器就跟他們的家族 就是三星電子 對 有點跟家人借錢的感覺 對 貸款20兆韓元 20兆 然後熱晶顯示器的話也像他們家族 他們家族是熱晶電子 對 借錢啦 但不過他就借1兆韓元而已 用10兆跟1兆差很多耶 對 這個落差也是非常肉眼可見明顯 沒錯 那現在可能大家比較會關注一個轉機 就是熱晶顯示器 他準備要賣掉他的中國廣州場 對 那那時候應該 應該說外界推測這個出售資金 大概有一兆韓元 所以如果說熱晶顯示器順利的賣掉 那或許得到這個資金 他就可以加速發展他的OLED事業 可是這樣子1兆的借錢跟1兆的賣場 2兆跟20兆還是差很多耶 也沒辦法 也有點沒辦法 沒錯 這什麼現實經濟壓力大 現實很現實 對啊 但是這個這一點其實韓媒那邊蠻擔心的 就南韓那邊蠻擔心 因為中國業者追趕壓力蠻大嘛 所以很多評論就是說 南韓企業在中國業者追集情況下 應該要適時決定投資這樣子 所以是希望他們多砸錢嗎 對他們其實評論都蠻暗示說 南韓應該要砸錢趕快發展 不然怕被追上什麼的 對啊 不過企業本人願不願意砸 就要繼續看下去 繼續觀察這樣 沒錯 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突然說科技的任用 感謝各位的收看 想看更完整的報導數據 也可以參考DQ團的會員服務 那突然說科技呢 會在每週一的晚上8點 在DG Times YouTube頻道獨家播出 歡迎各位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在第一時間收到我們更新通知 沒錯 突然說科技 我們下週見 Bye 它其實有8代啊 或是什麼8.5啊8.6啊 那都算是8代這一代 不過不同點多少啊 就它那個母玻璃基板的尺寸會不一樣 8.6就又更大一點 所以是尺寸上的不同這樣 沒錯 沒錯